哈喽,阿北刚在拳头测试完S11新赛季回来 这不刚到酒店,赶紧跟大家先聊一聊S11这个新赛季啊 保密协议的关系还是不能聊S11的具体 所以呢,还是老规矩,给个评分 这个评分仅代表各类具有非常强烈的主观色谈 比如我第一次玩的新鲜感加持人等等 而且其实最终上线的版本都我现在玩到的这个内测版本 也是会有很大的规样的 所以大家大概知道下就行,主要是看个乐 我们还是从娱乐性、竞技性、适配新手足 武费可玩性和创新性等五个维度来做一个红分啊 S9和S10在其阿北的评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给它列一下 其实从最终上线版本来看呢 S10和内测版本差的是挺大的 我觉得S10这个武费炸裂度还得减两分 然后娱乐性还得减一分 竞技性呢可以加一分 创新性还得减一分 这个是阿北认为的S10最终的分数 不知道和大家想的一不一样 那么大家回忆一下S9和S10 然后我们开始S11的分数 首先是娱乐性啊 我想要的透露一下 这次呢有娱乐羁绊 和曾经出现过的一个类似 但又不完全一样 阿北领着保密协议 只能讲到这个程度了 但是呢目前玩下来 这个娱乐羁绊又又又没有做完善 所以啊我有点拿不住这个娱乐分到底要怎么打 我们保守一点吧 打个和S10上线版本一样 7.5分 竞技性 我觉得这个赛季竞技性和S9一样 5分 原因是整个赛季的设计意图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偏向娱乐型的赛季 适配新手度 6分 5费可玩性 7.5分 这次的5倍啊 其实设计的都很不错 怎么说呢 感觉就很有新意 7.5分甚至有点低 大家保守一点吧 阿北再透露一点点 有一个双形态5倍 好 最后一个维度 创新性 OK 整个S11最关键的东西来了 这个机制从未出现过 绝不是朝冷饭 第一次进入云底这个机制 而且是那种能颠覆整局游戏的机制 阿北听完介绍呢 说实话 眼前一亮 随机性非常的高 就这个创新机制 我个人可以给到 9.5分 但是 别急啊 有但是 但是我玩下来呢 这个9.5分的 接近满分的创意 实际上 它们可能只实现了6分 这如果你能把这个创意 真的实现 真的非常完美 但是它们目前 可能只实现了6分 至少我现在只能给了5分 聪明的观众呢 应该已经看出来了 整个S11最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这个创新性 这个创新性 9.5分 如果能实现 它就起飞 如果它还是像现在这样 只实现了6分 那么 可能要拉跨 不过大家放心啊 阿北明天要去跟设计师开会 我会把大家最关心的那些问题 全部跟他反馈一下 我懂你们的呀 大家想要的 无非就是创新的机制 从未出现过的 不是炒冷饭的 而且这个机制是真的好玩的 而不是图有创新 实际体验还是达垮 然后娱乐基范的奖励一定要好 至少是分险和收益要成正比的 大基范或者三星卡纳 不要太难追 降低一点追的难度 别让玩家快乐不了 在以上都保证的同时 再尽可能做好一些平衡性 不要让玩家 被迫的去选同一套阵容 或者同两套阵容 尽可能让能玩 通时能玩的阵容多一点 对吧兄弟们 阿伯说我懂你们的吧 我天天看你们私信 你们私信我的那些内容 都是这些 所以明天我会把 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反馈给Motor一下 当然踩不踩那 就看Motor自己了 这一次是真的参与到 游戏的优化中了 年前呢 反馈了一波 这个S11存在的问题 然后今天来试玩 说实话 已经改了一些了 没改的话 甚至到不了这个六合 但是我希望他们还能再改改 往9.5分上一上 这个创意真的很好 OK 以上就S11阿伯的内测评测 现在呢 有点晚了 我明天要着急 我睡觉去了 拜拜